大家好,我是比伍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WD-Body 这是号称万金油的一款产品 它有很多功效 比如说是防水除锈,润滑,清洁等等 有很多功效 它在车上有很多妙用 你要使好了的话 不但能让你的车一直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 而且能帮你省不少银子 咱们看一下视频 我今天打算给大家一共介绍12种用途 大家看一下 好,咱们先说一个第一个用途是啥 如果钥匙孔有的时候插进去 你会觉得很色 这个时候咋整呢 喷一点这个,很管事 然后马上你试两下 马上就见好使 特别管事 这个也是,钥匙这个孔也是一样 如果有的时间长了 它不是特好使,不润滑了 你喷一点它 然后再试两下 它把两下就非常好使 马上就特别润滑了 就跟新的一样 这是钥匙孔第一个用途 第二个用途啥呢 就是这个车窗 大家看一下 这个车窗时间长了 它这个特别色 两边这个地儿特别色 咋整呢 给它喷一点油 看它有润滑的作用 这边看啊 这边上都喷上点 都喷上点油 然后你就是这么拉几下 活动几下玻璃 活动几下车窗玻璃 这就OK了 它就声音 如果有声音 一响这一下就没了 而且它确实有润滑 对这个车门的电机 非常有好处啊 因为它阻力减小不少 这是第二个用途 第三个用途是啥呢 有的时候这个车门啊 你开关关 有时候老有声音 是啥呢 就是这个门 叫荷叶这个地儿吧 就这个东西啊 它有点生锈 或是润滑有问题 上一点这个 就在这里一喷 这里一喷 就非常好使 然后你再开关几下 这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这是第三个用途啊 第四个用途是什么呢 这个轮胎的螺丝 有时候你拧不下来 特别紧怎么办 你喷一点它 然后这个轮胎螺丝拧的时候 就特别的方便 这是第四个用途啊 第五个用途是啥 有时候这个车轮啊 这个边上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那种油的东西 你擦不掉特别难洗 你看这不是挺脏的吗 我稍微一喷啊 你看啊 拿一块布一擦 看着了 马上一会儿就亮了 特别好使 就是轮胎侧面 有的时候啊 你不用买那个专门的轮胎 让轮胎发亮的那种东西啊 它也有专门喷轮胎的 你喷它就够 轮胎的侧面喷一圈 稍微喷一圈 然后稍微一擦 这个就跟买的那个效果一样 它是又特别亮 就跟新胎一样 那种感觉 你看这种感觉 侧面就像新胎一样 这是轮胎一个增量的一个方法 它这不光是土 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油什么的 就这些东西 你需要清洁的时候 用它一喷再一擦 特别干净 你看啊 这不是特脏吗 我喷一点啊 你看啊 能看出区别了吗 你看这就显得特别的亮 能看出来了吗 你要把它都打好了就OK了 你看看了 能看出区别来了 这就是喷过的地儿 非常好 这是一个清洁功能 你看这个车啊 这是老化了 老化了之后 你看上面有一层黄了吧唧 这种雾的东西啊 擦是擦不干净的 怎么办呢 你看啊 我稍微喷一点它 这个看着特别明显 你看啊 我稍微喷 你看这是不清楚的 我稍微喷到这儿啊 看我擦一下 能看出区别了吗 能看出区别吗 你看这马上就建好 看着了吗 你看这是擦过 这是喷过的 这是没喷过的 立马就建的 能清晰度比这个高了不少 你看着了吗 这就是清洁车 车灯 清洁车灯的一个功能 但是说句实在话 这个功能 只要你一洗车 把这层油一洗掉 这个立马又回到原样状态 这一般也就是你要不洗的话 一般坚持一两周 也就又回到原始状态了 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根本的治愈方法 OK 有的时候你看 这个车显得不那么亮了 怎么办呢 你喷一点它 直接喷到车漆上 然后一擦 就是能大大增加车的量 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啥呢 你喷完之后 只要一洗车 这就又没了 所以说只是好多人卖车之前 用它喷了之后 然后一擦 就是显得特别亮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 可能咱拍拍不出来 但是明显能感觉出来 就是擦完之后 就是漆变亮了 好吧 这是另一个功能 第10个功能是什么呢 给大家细看一下 你仔细看我这个车这一块 看到了它是有一些划痕的车 仔细看 现在我喷一点WD40 然后划痕它就能够减少不少 甚至消失 好 我喷一下 然后擦一下 看看 可能视频里看的不是特清楚 但是明显能觉出了一些小的划痕 已经没了 大的划痕 当然还在 就是车漆划痕 能够修补一下 简单的修补一下划痕 有这个功能 电池 尤其是这种电线 这种 你包括接头这种地儿 你要怕 有时候怕接触不良的时候 你喷一点它 它有帮助导电的功能 你包括这种地儿 也都是 喷一点它 包括这种地儿 也都是 喷一点它之后 就是能够让它接触 保持良好的接触 这是电路上的 用它也非常有好处 还有一个功能啥 有时候你干完活 你看手不是特脏吗 用它清洁 去油 这个出污的效果特别好 你先用它清完之后 一洗手 就特别好使 看 能看出来 立马就干净了 油全都去掉 特别好使 但是大家注意一点什么 这个东西虽然很好使 但是有一点是它特别怕 特别怕着火 所以说一般高于50度的时候 地方你别搁在外边照着它 特别爱着火 这是一个弱点 然后还有一个关键 关键 关键点 记住什么 它是润滑作用 记住 千万别喷刹车片 OK 咱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有意 别忘了点赞订阅加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